海星中学一对书姓兄弟是学校篮球队的好手 但家境清寒被列入低收入户 最近爸爸又因为生病住院 只剩下继母在打零工来维持佳绩 兄弟俩为了帮助照顾爸爸 一起分摊佳绩 除了已经停止练球 还打算要休学去找工作 消息一传出 先用魏家宴赶快转介给国际鸿门总会 捐助奖学金给书氏兄弟 更希望可以号召社会大众来帮忙这对兄弟 让他们的篮球和球学之路不要中断 书骏书浩这对兄弟是海星高中篮球队的选手 在球场上表现相当优异 但因为家境清寒原本就被列入低收入户 最近父亲又生病住院 只剩下继母在打零工赚钱 还有两个就读国小和幼稚园的弟妹要照顾 两兄弟只好停止练球 甚至于打算休学去打工养家 这项讯息传出 书先员魏家宴赶紧转介国际鸿门慈善总会 希望能够有社团来帮帮他们 国际鸿门慈善总会9月11号特别来到学校 颁证奖学金给书氏兄弟 今天因为魏家宴议员的牵引 我们来到我们海兴高中来帮助那个书同学他们兄弟两个 因为知道他们家庭家境很清寒 爸爸又生病 就是说因为许老师很不舍两个学生说 因为怕他们忠措而没办法继续来升学 所以说我们慈善总会经过那个 我们魏家宴议员的牵线之后 我们来到花莲帮这两个小朋友帮这个家庭做一些公益 还有我也希望说我有能力的情况之下 我个人也会来帮忙这个书信兄弟两个兄弟来帮他们来度过这个难关 还有希望他们能继续升学来把篮球打得更好 来为我们国家来争光 为我们花莲来争光 校长孔林杰表示这两个学生在球场上有很好的表现 很担心因为家境问题中断了他们的学习之路 也希望可以有更多社会资源来帮助他们 书市兄弟两位同学他们在篮球队表现都非常好 在我们学校的先发的阵容里面 两个都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实在很多的大专院校里面 他们的教练其实都注意到这两个孩子 因为他们的身材很好 那弹性也很好 在比赛中常常会有灌篮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但是因为家里的状况 那家里状况可能就比较辛苦一些 那甚至考虑就是本来是考虑不念书要休学了 但是现在达成的协议是还继续念书 但是可能不练球了 那我们现在还在努力当中 希望能够解决家里的困难 然后帮助孩子顺利的念书 顺利的打球 顺利的升学 为一个优秀的人才做一些培育的计划 下方表示三万块钱奖助学金 稍稍能解 燃眉之急 但后续的问题 还有待更多社福资源可以介入帮忙 让这一对兄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建议会现象报导